《遊學天地》主持 卓有心 宏耳敏 回到《遊學天地》 卓Sir 我們應該在最後這一節爭取時間 我們會問什麼問題呢 尖具的問題 Dr. Wee 因為你帶著一群年輕人 他們要為他們的家長負責 那你對服務商有什麼訴求呢 我想是安全 我真的很著重安全 第二就是一定要雙稱服務 我到時要看的東西 說好的石獄去了哪裡呢 不可以的 因為小朋友第一次去遊學 其實如果他有一個不好的經歷 小朋友是一張白紙 就算你寫錯了 逃改了 也有一個傷疤痕 我們會覺得不好 所以其實都是我一句 負責任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我一定要第一團自己去 我會看清楚 然後再監察 就是這樣 我們行業就叫做踩線 自己去看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對我的家長負責任 他相信我這麼多年在我們跟著學習 我們不可以不做這個管理 踩線的話 是不是需要去基地踩線呢 要的 對 也要得到我自己的認證 剛才說的坦香的傳聞 有這麼多狀 我用我的名義去介紹 我一定要做這件事 也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對的 第二就是你作為外行 你踩入這個遊學界 你會遇到什麼挑戰 以及你覺得機遇又在哪裡呢 其實很難說是內不內行 其實只是有心還是沒有心 所以我覺得只要有心做 因為這麼多年 我們讀書的訓練 都是怎樣遇到難題 或者怎樣去否釋 怎樣一一去解決 這種邏輯的思維 我都是抱著這個態度去做 所以每一個都是我前輩 我就會去請教 或者用多些不同的 例如我要看看另一個基地是怎樣 作一個比較 其實你自己不怕的 真金不怕紅老火 我用這種比較的方式 其實都是學習方式之一 那就知道好不好 所以我也不是很擔心 機遇呢 你會覺得機遇在哪裡呢 其實機遇真的很大需求 剛才正如我所說 其實每一個都在想 假期去哪裏旅行 但是與其撲機位去日本 為什麼我們不考慮去一些 我們叫做比較尖的旅行 其實國內很多的名性故事 很多的科研基地 其實很值得我們去借鏡 我說叫你不去外國 你也要去的 所以我們說一定要國際化 這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其實很多是未開發的地方和團 沒錯 這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雖然是外行 但我覺得它已經很有經驗 錯風 結果很高 其實Dr.V 對於遊學團的質素 一定要有保證 才能夠傳給小朋友 然後遊學質素 裡面的樂趣元素也有 因為要玩也要學到東西 不可以側重馬便 如果你側重在學習的 便沒有趣味性 你側重於玩的 就好像不知道錢用來做什麼 你不能類加知識 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 周圍去學到很多東西 告訴小朋友 這才是我想他們跟我一起去宣揚 科學應該是生活化 這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聽完之後 我發覺現在的小朋友 應該慢慢 他們一路一路 好的循環下去 就是有好好的質素的遊學團 他們不斷不斷都希望 將來長大之後 其實都不止是旅遊那麼簡單 他們是想要多一些不同的 在裡面 因為他們都說 當年孔子就是這樣 帶著學生周遊列國 所以學生怎麼會這麼厲害 甚至乎有人說 當年抗戰的時候 為什麼西南聯大學生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一邊走爛 一邊學習 所以見識多了 這一定是對他們有幫助的 絕對 其實兩位 現在經常都說 科技要幫助我們生活 AI要幫助我們不同的業務 不如遊學團 其實AI、科技、大數據 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 對遊學團的影響 其實很多的 你說現在的大數據 AI、VR 甚至於元宇宙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坦白說 其實一個小朋友 我不在乎 但我怎樣形容 其實所有的 剛才我要教育他們 或者我自己都要與事並進 大數據 例如某些地方 他的氣候是怎樣 他的變化是怎樣 和種植有沒有關係 這些全部都是很關於科學事 例如很多人不明白 喝紅酒 其實Lavit 也有種植基地 其實在雲南 他氣候適合 這些都是要跟他 永下都有的 所以他們在商人 或者一些很老品牌的酒莊 或者一些企業 其實他們怎樣去找一些新的地方 可以令到消息大些 這些就是大數據的分析 其實這些都是 你說怎樣用AI 現在最出名的 即是答問題很厲害的那個 可以取代老師 我說明絕對不可以 因為我們的腦是很多變的 他是跟我們學習 他可以在我們好幫忙 這些都是可以應用到的 但當然我要在不同的 例如去到你的農莊 我就有當地的一些AI 可能可以幫忙 或者起碼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 不是人說出來那麼悶 他們最多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看到一台火鍋的人 他們不是問你吃什麼 在手機上按 你吃什麼 不用說話的 整個火鍋就不說話 那不行 現在你怎樣送都是 你怎樣送都是這樣掃 這就是在應用AI 他覺得很過癮 我們要投其所好 這就是AI的用途 例如VR 例如去到一個地方 剛好天氣不好 看不到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為了用VR 其實都是補足的 沒錯 科技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我們應該會好好形容他 而不是讓他形容 這是一個佔台線 我們需要自動的 那Daniel呢 在我們那方面 其實呢 譬如說 如果你做到一個遊樂團 其實我們都會收集數據 究竟來的學生 不同年齡層 他喜歡哪一方面的活動多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改善我們的遊樂團 另一方面呢 譬如說 我們在農場種植 其實我們現在應用一些 都叫做一些高科技的方法去種植 據例 其實種植是不外乎 你絕對不能夠離開水 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基地 用一個小分子水來做灌蓋 小分子水 即是Volium是小一點的嗎 不是 即是我們把水的分子切割了 成一個小分子水來做灌蓋 為什麼用小分子水來做灌蓋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小分子水的切割器 就接駁了我們的灌蓋 其實我們的灌蓋 是全部用小分子水 那有什麼好處呢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當小分子水做灌蓋的時候 它會令植物的生長會更加健康 因為它吸收一些物質 就會快速 會不會和你剛才說 將這些東西打細 那是產品的破壁 這個是跟水 它本身的分子切割了 而這個是無需用電的 只是純一個 一個身體的原理 從一個分子切割 我立即看到Dr.V 眼睛哩哩哩 簡單的 說三個字你就知道 還原水 你一定不會自己喝過 這個小朋友 油學團又有一些人 又有一些人 又有一些人 你們有沒有用無人機灌蓋 或者什麼 我們沒有 但因為我們全個基地 其實我們已經搏了所有水灌 基本上 開制分區就可以灌蓋 而且我們不停地試用不同的新的有機肥料 去試哪些能夠幫助到我們的種植 讓樹能夠生長得健康 還有減低松害 我們一直試這些新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都會有些新的項目 試一些不同的灌蓋方法 或者材料是有機的 來減低松害 因為始終我們是松植中藥的 Daniel 你剛才說大數據 都要收集一些人的意見 覺得什麼好玩 其實是什麼好玩的 你覺得收回來的意見 其實現在我們剛開始 我們都會有待分析 但我覺得他們普遍都是過往數據 他們都希望能夠自己親自做些事 DIY重要的 這個就是肯定的 即是未來的趨勢 DIY是遊學的 其實兩位講完之後 最後的結論都是 親子遊學團一定有得做 你快點組隊 所以這個時間很感謝兩位 Dr.V和Daniel 我們下次如果有機會 再次你們上來 再說多一點 歸於這個最終 年尾的時候 親子遊學團 扮成怎樣 好謝謝你 拜拜 拜拜